大家好,我是懒人范范 今天分享一道五花柚蒸梅菜 蒸10分钟就能出锅 做法简单,而且一点都不油腻 首先把五花柚切好 然后腌制一下,放一点盐 白糖 生抽 蚝油 把它搅拌均匀腌制一下 买的是淡的梅菜 把它清洗干净 咸的梅菜要把它泡淡才可以 也要放入锅中 开中小火,把它炒干水分 炒干水分后 放一些蒜米 和一些花生油 一点生抽 接着翻炒,把它炒香 然后倒入五花柚里面 把它搅拌均匀 再倒入一个碟子里面 水开后把它放进去 盖上盖子 大火蒸10分钟 10分钟猪肉刚刚熟 不需要蒸太久 可以了 打开盖子 也要撒上一些葱花 最后浇上一些热油 这样一道五花柚蒸梅菜就做好了 看一下这个猪肉是刚刚熟 没有煮出油 所以吃的时候是不会腻的 再配上这个梅菜 味道真的绝了 好吃又下饭 喜欢的可以试一下哦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